对不起 小琪 你放开我 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接我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小琪 你干什么 你站起来 你听我说完好吗 我 我就有一种 莫名的危机感 我害怕我失去你 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是 我 我真的从来 都没有柜种感觉 我没有想过会是这样 由赵金脉 郭俊成 张嘉义等主演的电视剧 《少年叛奥传大热播》中 在据新剧情中 小琪被母亲聘去相亲 回家后与母亲发生争吵 小琪认为母亲了解李希洲后 一定会支持自己爱情 就为两人约了一餐饭 在饭桌上 邓心华表面对李希洲很可气 但话里有话都在嫌弃李希洲 这让李希洲心里很难受 但李希洲并没有告诉小琪 直到周博涵的出现 彻底让李希洲坐不住了 李希洲看着周博涵给小琪送剧本 还和导演互相认识 在李希洲看来 周博涵优秀到不行 于是在周博涵找小琪玩剧本杀时 直接在周博涵面前失态 小琪发现李希洲状态不对 主动向李希洲道歉 和李希洲要求小琪 别再去江天号店里帮忙 李希洲想靠这方法牢牢看住小琪 而李希洲表面是过去了 内心的惶恐却没过去 李希洲看着小琪 担心小琪会被别的富二代抢走 就把小琪关在家里 不准小琪踏出门口一步 好在江天号茶球岛不对劲 得知小琪对李希洲囚禁 江天号上门找到李希洲 看他就是一顿揍 把李希洲打到摊在地上 这不太解气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留言